大家好,这里是一毫米足迹 今天我们来到了泉州的九日山 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点 九日山是泉州最古老的启封地 你知道什么是启封吗? 又为什么要在九日山启封呢? 泉州,古称赐铜 是中国古代的一座重要港口城市 在宋元时期 一度成为了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最多是与一百多个国家通商 泉州夏季偏南风 船舶从南部海域回航 冬季偏北风 船舶从泉州出海 人们出海和回航 都是要顺应季风规律的 泉州人依海为生 都要向海神通远王祈求航行平安 从宋元时期开始 以官府为首的拜神活动 会在每年的春聚、冬来 这两个世界展开 在九日山南路的 严福寺和昭会庙 举行隆重的 冬浅泊、夏徽泊 两次启封盛典 祈求船只能够在海上平安往返 顺风顺水 这就是泉州古老的启封传统 那为什么要在九日山启封呢 九日山是在泉州湾进入静江后 江面的最窄位置 两岸有九日山 荆棘山夹制 像天然门户 在当时 九日山下的村庄 背山面水 对泉州百姓来说 这里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我们再说说海神通远王 通远王原本是山神 因具有蕴木和降水的神通 被民众奉为水神 并在九日山为他修建了祠堂 公元1053年 郡守菜香建造洛阳桥时 迎奉通远王至洛阳桥 并建庙镇海 通远王从山神、水神 升级成为了海神 与真武大帝、妈祖等 共同庇佑着泉州百姓 和各国往来的商人 九日山起风活动 由泉州行政 及海运官员主持 与会人员有各国使节 商会代表、民众等 有时还会出现 像郑和这样的大咖 典礼结束后 还会以时刻提计的方式 将盛会记录在九日山的崖壁上 一直留存至今 在九日山众多时刻中 有明确记载 起风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的时刻 共有十三方 不过我们这次正好赶上维护 西山的时刻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还好能看到东山的两方 就在刚刚闭幕的世界遗产大会上 九日山起风时刻 与泉州的其他21处古迹 一同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申报世界遗产是一项很复杂的程序 要经过国际专家团的多次审查 在之前的某次审查后 泉州按照老祖宗的规矩 以时刻的方式 将这次事件雕刻在了石壁上 落款还有外国专家的签名 结果专家团再来考察时 指责我们的这种行为是破坏文物 不知道这次维护 是要怎么处理这一方最新的时刻 如果你来九日山 可以好好找一找